黃傑的惡劣不只在淹大水的時候落跑 黃傑更惡劣的是新臉孔包裝舊正式 這隻水水心肝都是貴的 我們要告訴黃傑 這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請你好好的來面對 高雄淹大水這麼嚴重的災情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來面對高六選區的選民 他是用什麼樣的不屑的態度 把我們高雄的人民當成白痴 黃傑你就等著看 你的囂張的態度 高雄市民一定會要你付出代價 這個贊帖裡面寫的東西非常簡單 我們要告訴黃傑一件事實 你當初說要罷免你 是高雄第六選區選民的事情嗎 你當初說要罷免你 由高雄人來做決定嗎 現在這張贊帖裡面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告訴黃傑 從八月七號啟動第一階段連署書的收件到現在 今天是八月二十三號 八二三砲戰 我們來這邊跟你開砲是剛好而已 你們可能忘記了八二三砲戰的歷史 我們並沒有忘記 今天高六選區的選民要告訴你 短短兩週的時間 我們已經拿到了一千多份的連署書了 這個裡面我就是要告訴黃傑 我們要告訴黃傑 這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請你好好的來面對 這是你高雄第六選區選民的心聲 在此 我們也要再一次奉勸 民進黨的豬公們 以及我們高雄的大家長 陳其邁市長 黃傑是你們要護航的對象 但是 最需要你們呵護保護愛護的 是我們高雄的市民啊 不要搞錯對象啊 你是高雄的大家長耶 你只需要保護黃傑一個人嗎 那短短兩個禮拜 這一千多位高雄市民的心聲 你有想要聽嗎 你有想要愛護這些高雄市民嗎 高雄淹大水 這麼嚴重的災情 你現在一心想要護航的黃傑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來面對高六選區的選民 他是用什麼樣的不屑的態度 把我們高雄的人民當成白痴啊 今天這張暫帖要黃傑好好的思考 那我們在此也要呼籲 我們很希望 黃傑你本人可以出來面對 你當初你也告訴我們 要罷免你先來高六選區 我徐少賢在今天我就告訴你 你不要太過敗 要不要太過敗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也可以學學你們民進黨 之前在搞罷免案的時候 你們最愛搞什麼 簽戶口啦 簽戶口啦 算不算啦 簽來高六選區就好了啊 你以為有多困難啦 這你們民進黨之前用的方式啦 大家先來知道啦 看要不要學你們而已啦 你如果繼續拗敗下去 我徐少賢第一個簽過來啦 不要太過敗啦 高六選區的選民滿四個月就可以罷免你了嘛 明年2月1號送件到現在啊 才有四個月以上啦 黃傑你就等著看喔 你的囂張的態度喔 高雄市民一定會要你付出代價喔 在此我們也再請我們北部的擁獎喔 我們桃園的戰神 尤志斌先生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謝謝 好 剛剛有媒體說 黃傑要來直球對決啦 他們歡迎喔 黃傑應該要出來面對 真正的直球對決 我們知道 台灣實行一國兩制 居然是在高雄體現啦 我們在北部申請路前都會通過喔 在高雄沒有辦法通過喔 各位警察朋友大家辛苦啦 所以 陳其邁所治理下的高雄 居然是全台灣最 執行一國兩制最徹底的地方 各位鄉親 我們天下苦啊 淹水久矣啊 天下苦民進黨喔 惡霸久矣 教訓民進黨 就來高六 一起罷免黃傑 教訓民進黨 就一起來桃園 罷免以北城 各位鄉親 尤其是我們 百分之六十的多數民意 我們現在是在被賴清德強姦呢 各位鄉親啊 我們現在是在被賴清德強姦呢 被一個少數的總統 少數的政府強姦 你不爽嗎 如果你不爽 我們就一起 來反制 民進黨 可以在基隆罷免謝國良 謝國良 有犯錯嗎 藍白 呼籲藍白 站起來 除了抵制 基隆的反罷免之外 我們呼籲 南白的百分之六十的群眾 一起到桃園 罷免以北城 一起到高雄 跟徐上賢來 一起來罷免 罷免黃傑 黃傑的惡劣 不只在 煙大水的時候 落跑 棄我們 高六選區的人民不顧 黃傑更惡劣的是什麼 黃傑更惡劣的是 新臉孔包裝舊政治 黃傑誰做衰衰 心肝都是過 黃傑居然跟 陳其邁串聯 各位鄉親 陳其邁 三十幾歲就在立法院 匯賂人家 都有證人 所以讓陳其邁 這條惡劣的政客 在高雄 在高雄 在荼毒 在荼害 我們的高六選區的選民 各位鄉親 高六選區的鄉親 台灣的版圖 高雄的版圖 居然一下雨 高平就消失 最綠的地方 最欺負我們 南台灣的民進動靜戶 所以你如果對民進黨不爽 你如果對國會的改革不滿 我們一起來 罷免黃傑 而且我要呼籲 這個已經簽了一千多份連署的高雄鄉親 每個人都來當總幹事 每個人再拉10票 再拉20票 一起來簽連署 罷免黃傑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要來跟黃傑下贊帖 我們看他有沒有這個 能夠職求來對決 那是不是要派人進來 你們沒有人在家裡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好了 那好來 那我們在這邊等 我們來直播細數好不好 好 你來代表他 我可以請問一下你們老闆在嗎 他現在在跑行程 他在跑行程 那他知道他要服務高雄人 一直都在服務 那你們老闆確定不在還是不敢出來 我 不敢面對民意 我不會為難你啊 因為你們都是工作的 但是我們要讓您老闆知道 他現在對高雄人的態度 非常不可取 他一開始 就 非常藐視高雄人的心聲 覺得沒有人要罷他 也罷不掉他 但是我們短短兩個禮拜 我裡面寫得很清楚 你們 老闆也可以把他當做垃圾丟掉 沒關係 我也知道他心裡面在想什麼 可是在裡面明明白白 有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已經在我們的手上 這一千多份的連署書 是高雄第六選區的選 對他的心聲 我希望 你們工作很辛苦 但是你們可以跟你們老闆講清楚 然後我們剛才 我們的服務處的志工也有說 在我們收的這兩個禮拜 不只是高六選區的 很多高雄其他選區的 也很想要寫 如果我全部收的話 可能已經破萬分 所以說這件事情 請你們老闆一定要知道 你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不是要針對你們 你們真的就辛苦了 那我們在此也說 今天黃捷沒有出來收 我們其實是蠻失望的 因為黃捷他對於高雄第六選區的選民 他是如此的不屑 那我們現在要親自把這樣的佔領書 送到他手上 他也不出來收 那剛才我們也明白 警方執法的問題 那剛才 罷免於北城的發起人 尤志斌特別有說 這個我今天我本來不想提 但是我在這邊我也必須得說 民進黨的主公 黃捷 我知道了 現在你心裡知道 不用說到廣話 現在我們台灣 一個小小的台灣 就一國兩制了 我們高雄是什麼制度 是安裝罷免於北城 就可以申請到他的服務處 我們高雄人就不行了 要讓我們在遠遠在那邊 還要炒到對面的那個股份有限公司 沒有什麼意思啊 你要陷害我們於不義 是不是 現在高雄都這樣做嗎 要揣摩上意的那一些警察 你們就是這樣嗎 陳其邁的想法就是這樣嗎 黃捷你也同意嗎 真的是把我們高雄人 動作茶道動作白痴啊 動作塑膠在看 真的吞不下去了 那我們在此 我們還是把贊典交給 李高雄 好 我們要特別呼籲高雄的市民 高六的市民 你們是選一個立委 還是選一個暴力分子 他是得了蔡英文的爭傳嗎 黃捷既然在整個高雄的群眾運動 說要處理洗小心啊 你黃捷是要怎麼處理洗小心啊 你是要殺還是要搶 所以我呼籲高雄的市民 像這種惡劣想要用暴力去解決 還要呼籲群眾處理洗小心的人 我希望高雄高六選區的市民 我們要看清楚 我們現在要徵求一千位的總幹事 一起來罷免黃捷 讓黃捷這個踐踏民意 他寧可去跑行程啦 假裝去跑行程不敢面對嘛 我希望黃捷不要變成啞巴的以北城 以北城在北部被霸一霸 他現在都閉嘴了 所以我們除了 罷免要起到壓制作用之外 我們更要讓這個罷免戰 遍地風華百花齊放 好我們現在來請阿賢 把這個贊帖交給黃捷的這個代理人 我們也謝謝這位小兄弟 謝謝謝謝 辦公室主任嘛 辦公室主任 貴姓貴姓 你也可以表達 你也可以表達好不好 不用齁 好那黃捷應該有交代了 今天媒體說黃捷會來 結果黃捷還是落跑 跟淹大水的時候一樣 黃捷遇到困難就落跑 遇到人民孤單的時候 黃捷就會落跑 然後推出他的辦公室主任 來當炮灰 這就是 駕鋼的民進黨 完全都在西島有國西平島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夭壽民進黨 這就是在高雄不用孫的黃捷 這就是對不起高雄人的黃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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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感謝 謝謝